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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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前一則鬼故事 大家好 我是錯別字 這一則鬼故事是我在聖誕節時去廢墟探險的時間來講的一則靈異故事 以後你只要發現我用一個什麼樣的時間講一則鬼故事時 就表示我這個禮拜特別的忙只能用這樣子的形式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看下去 我什麼都看不到 這麼黑 怎麼跟著你走啊 走哪我就走哪 活像一隻發光的營火蟲 好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其實 嚴格說起來它不是飯店 它是發生在一個廢墟裡面 那當時我跟這個受訪者 就是在車上聊天的時候 他跟我講的受訪者叫做鳥啊 那麼接下來我會以第一人稱的方式改編真實故事說給你聽 在我大學的時候我其實喜歡去廢墟探險 就像現在一樣 那在廢墟探險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時候 我總覺得這樣聊天怪怪的 我把它轉過來好了 轉過來跟大家講 其實在廢墟探險的時候呢 有一些狀況是你根本沒辦法去拿捏的 那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非常喜歡去這種刺激感的地方 那就在我差不多大二的時候 我有一天下午去一個廢墟探險時 我找到在我們的學校附近山區 有一個回字型的一個辦公室 等一下跟你講為什麼 它是某某家具的廢棄辦公室 在二樓 一樓的話呢 它是一個卡車進出的一個地點 三樓是倉庫 那時我進去的時候呢 一樓大門是鎖起來我進不去 我沿著旁邊的圍牆走 然後到右邊上去 有一個形同虛設的木門 那那時我一找到這個點我很興奮 馬上找了我的朋友 一起來參加這個活動 那找了朋友總共有六位 我們當時到了現場時 分成兩組 A組跟B組 A組就是鳥仔我自己 還有一個叫小李跟一個女生 B組是馬屌跟另外一男一女 你只要記得兩個人 小李跟馬屌這兩個人就可以了 好故事就這樣開始 我們進去之後它是回字型的 所以我們A組是往右邊 B組是往左邊 那左右兩邊都有這個 辦公室 那我們 那我們就是在這逛的過程中 走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半的時候呢 我們會到這個右轉直走再左轉 到一半時會到一個大廳會面 我們就在那邊見面之後 再繼續往前探險 後來我在走的時候 我們A組走走走走 旁邊其實兩邊的這個 廢棄的景點很可怕 就是辦公室就像很多的這些櫃子啊 文件都散落一地 甚至有些像抽屜被拉出來的等等等的 那我們走到一半的時候 怪事就開始發生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走到大廳時呢 沒有看到B組的人 那時已經過半小時了 我們想說他們是在半路 怎麼了嗎 再等一下也沒看到人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前 走到B組的地方 那到了B組那個走廊的時候 李當來講 就算他們在很遠的地方 也會看到手電筒的光影在照 整條走廊都是黑的 沒有任何的人 我們就覺得怎麼人會不見 後來這樣走走走走走 走到其中一件事 小李突然拉了我一下 小李他是一個法師 當時他拉了我之後呢 他就往旁邊一直 那B組的人三個人 通通都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完全沒有神韻一樣這樣子走 四方形的這樣走一直走 一看就知道是卡到 那當時小李一看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他馬上衝進去 可是門鎖起來 他到旁邊的這個玻璃去看 他墊腳尖往裡面看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動作 他敲了玻璃之後 手比了一下 再去開這個門 門就開了 進去之後呢 他馬上拿出包包裡面的箱 然後就跟四方的好兄弟道歉 說不好意思打擾了 我們今天來只是探險的 就像我們現在這樣子 馬上就離開 冒犯之處 會不會沒有封面變大 冒犯之處請多包含 後來他們就是 插箱一插上去的時候呢 那三個人瞬間 瞬間喔 有兩個馬上醒來 那一男一女醒來 就看著我們說 欸你們怎麼在這裡 然後他們完全在狀況外 我們趕快把他拉過來 拉完之後呢 只剩馬屌一個人 繼續在這個房間裡面 不停地旋轉 不停地走 然後老師就是 再插一助箱 再道歉 還叫我們現場所有人都跟著道歉 但沒有用 不論怎麼道歉 怎麼燒紙錢 都沒用 這時老師做了一件事 他拿出了兩個十塊錢硬幣 兩個高麗菜包 謝謝 每週六週日晚上十點不固定播出 他拿出了兩個十塊錢硬幣 然後現場半筊 他就說是因為 這個馬屌這位朋友 他做了不禮貌的事情嗎 因為馬屌這個人 光聽名字就知道 他就是一個白癡 很常做一些吸引人的動作 是因為他不禮貌 所以才造成這樣的嗎 結果是笑筊 還是因為我們燒的紙錢不過 不夠 還是笑筊 後來這樣子連續 十次以上的秋筊 我在旁邊看我都傻眼 怎麼可能連續都十次以上 兩個國父笑臉都不停地往上 笑到我們心發喊 直到這時小李老師他講了一句話 是不是馬屌他拿了什麼東西 你們不喜歡才這樣 醒筊 真的一拔下去就醒筊 他馬上追著問 是不是他拿了這個東西 在身上你們不要讓他帶走 再拔筊 又是醒筊 他這時才衝過去馬屌身上 去翻他身上 從他的身體裡面拿出一個卡帶 是張學友的卡帶 然後是忘錦水 不是忘錦水 是問別 我和你問別 在無人的街 他拿的卡帶是70年代那種卡帶 然後卡帶一拿出來之後 馬上小李老師跟現場好朋友道歉 說對不起我們把東西還給你 一放在桌子上 你就看到這個馬屌走走走 瞬間停住 然後下一秒斷電 整個人就往地板這樣清下去 這一清 他的牙齒就跟他吻別了 整個噴出去了 我們馬上把這個馬屌拖出來 然後拉出去旁邊 那時是我跟小李老師三貼夾住馬屌 騎下山帶他去醫院 他才在醫院醒來 醒來之後 他完全不記得什麼事情 後來我們跟他講說 你為什麼拿人家東西 他才說因為他根本沒看過 有卡帶這個東西 而且張學友他覺得很有價值 所以想說帶回去 沒想到這個動作 引來現場好朋友的不開心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常去鬼屋探險 或廢墟探險時常說到 不要動現場的東西 或者是把東西拿走 那這件事情過後呢 我以為馬屌就再也不敢去廢墟探險 但其實沒有 他還是敢去 只是每一次他東西看完之後 他都會放回去 就不敢再帶回家 這是我分享的故事 出完了 嘿 嘿 講完了 講完了 講完了喔 大家好 廢墟探險完 現在黃濤老師載我回去 他是我的御用老師兼御用司機 嘿嘿嘿 好啦我們剛剛的這個廢墟探險呢 其實有很多問題 甚至剛剛的鬼故事呢 有一些地方我還沒有講完 因為當下真的會害怕 然後 像剛剛我們提到的故事裡面的小李老師 他在我跟這個鳥仔聊天的時候 他說小李本身 限術 我可以把管理掉 沒關係 可以可以可以 就這樣 那個小李老師他在高中的時候 就立志要當法師 然後他在人家高三要考什麼 大學的時候啊 國文英文數學大家在念的時候 他就去念什麼易經啊 命理啊 玄學 後來是被他的老師知道之後 轟出師門 就他等考完大學再來繼續修法 這是小插曲啊 那我們剛剛在這個廢墟裡面的時候 你剛剛有提到 最陰的就是秦明區的那一間 對啊 那間最陰啊 你那時候進去有怎麼樣嗎 我沒進去啊 但我在門口投他進去 頭就有點微微的暈啊 真的暈 也微暈 被那個鬼發發後腦的時候 沒有啦 就是那邊氣場比較不好啦 我跟你講我覺得最硬的是 就是你說不能進去 進不去那一間 我說可以進去那一間 他在講哪一間 這邊是七八二十幾間 你一進去就是有一個桌子椅子 擋那邊啊 喔 那邊請你最硬 哪一間這幾樓 好就這一間了 一來就中 這一間 這一間喔 這一間 我們這樣子好不好 欸 不好 你好 我沒有說哇 我說我看了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但我感應得到 喔 通常那種地方 我就不會想要進去 欸我比較好奇是 其實我剛剛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它整棟大樓 是呈現一個M字形 對不對 對啊 電梯在中間嘛 進去之後左右兩邊 跟我的故事有點像 故事是回字形 它是個M字形 那 我自己覺得像你提起過 就是這種方形 正方形是最好 對啊 那像M字形這種 我覺得我光走起來都覺得 拐來拐去不舒服了 而且它那個不是M字形 它那個是M字形 又開了一個很奇怪的那個 對它中間還有 它就不是單純的左轉 它左轉之後 它中間還有插一條鞋的出去 對啊 那個動心的怪啊 所以這個對你來說 以奇門遁甲來看 它不會是一個很好的 房子設計 我可以說應該是 以大多的風水來看喔 這絕對不是一個好設計 而且你電梯在中間 中東代表什麼 你的心臟 如果今天你的房子 現在的房子 你住在這種中間 可能是房子中間是廁所 或是電梯或是什麼的 這個通常主人家的心臟都不會好 所以你會不建議 可是它是飯店啊 它只是 它不是住家 所以飯店跟住家的風水 都可以通用來看 當然通用來看啊 當然 所以為什麼 當然不能這樣 不是因為它電梯在中間 它就沒了 但這是一個參考的指標是 你這個東西 電梯在中間 就是扣點分啦 喔 扣點分啦 好啦 我們剛剛去的地方 那除了那邊 你還覺得哪裡是怎麼樣嗎 你說剛剛那個地方嗎 對啊 喔 說真的啦 那邊 我在懷疑 我是懷疑那個 不是有個字型很漂亮 應該是老師啦 對 我是蠻好奇那個老師是哪一位 因為第一個我說 我覺得它字型很漂亮 字型很漂亮 這算是 我在懷疑那一間 我說硬的那間 是不是它把它擋住了 喔 你把它刻意擋住 對 我在想是不是它擋住了 哪一間不擋就擋那一間 我不是再進去之後才去投 我是在門口的時候 我頭還沒進去 我頭就在暈了 我會暈啦 喔 然後一進去看它擋住 喔 這個應該是老師啦 應該是有實力的老師啦 刻意不讓人進去 我覺得是這樣 還算不錯啦 好啦我們現在用這個 鬼屋探險的時間呢 說了一個鬼故事 那現在呢 黃濤要帶我回去了 YES 所以就先跟大家說聲 掰掰 好啦我是錯別字 我是阿澤正凱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我們下週見 掰掰 掰掰 123 123 123 大家好我是錯別字 很多人都跟我反映 他找不到靈異錯別字的影片 要在哪裡去看 那好 今天我就要來告訴你 怎麼樣找得到靈異錯別字 第一你可以去搜尋中天社會頻道 裡面的欄目往下滑就可以看到 靈異錯別字 除了我之外 還有老子儀、蠟欺、大病虹等精彩的影片 第二就是直接在搜尋欄打 錯別字賴正凱 那是我個人的YTT頻道 除了靈異錯別字的影片內容 還有一些相關我的生活小短片 你也可以在搜尋欄上面打 Hashtag靈異錯別字 一樣找得到 好希望這些方式 可以讓你更快找到靈異錯別字 我是錯別字 我是賴正凱 我喜歡鬼話連篇 但我不胡說八道 掰掰